十月怀胎,宝宝在妈妈肚子里,看不见,摸不着,只能隔着肚皮看她一天天成长,想要了解宝宝的成长状况,孕期的检查必不可少,只有通过定期的产检,才能了解孕期准妈妈和胎宝宝的健康情况,一旦出现什么问题可以及时,减少胎儿和准妈妈的危害,对于初次做妈妈的孕妈们。 知道孕期必不可少的产检有哪些吗?是什么时间呢? 第一次产检,孕室二周,产检项目,创建孕期保健手册,确定怀孕周数,推算预差期,医生检查测评认身期的危险因素,空腹血糖,肝功能和肾功能,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,酶毒螺旋体,HIV筛查,心电图,血压,体重,血肠规, 尿产检,血腺,Obo,和RH,多普勒听开心。 提示,记得千万不要在检查前吃东西,如果之前没有做过婚检孕检,还需筛查地中海贫血,家里养宠物的人,则要增加寄生虫检查。 第二次产检,月十六周,产检项目,血压,体重,血药常规,多普勒听开心,糖氏血液筛查。 提示,一定要功夫,此次检查最重要的项目是糖氏筛查。 检查前一晚十二点,以后进食物和水,第二天早上空腹去检查,糖氏不通过,需要进行养水穿刺,塞查胎儿畸形。 但养水穿刺,有一定风险,可以考虑无创DNA进行沙查。 第三次产检,月二十周,产检项目,血压,体重,功底高度,副为,多普勒听开心,必超胎儿畸形刷查,十八到二十四周,吃肠规,尿肠规。 提示,超生波检查主要看胎儿百官发育上是否有较大问题,医生会仔细量胎儿头围,副为,看大腿骨长度及检视脊是否有先天性逆长。 如果准妈妈照的是四维采超,可看到宝宝的实时面部表情。 第四次产检,月二十四周,产检项目,血压,体重,功底高度,副为,多普勒听开心,妊娠糖尿病筛查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,血肠规,尿肠规。 提示,空腹,做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前一晚八点以后不要进食,谁也想喝。 第二天检查时,喝糖水的不要太快,一点一点的喝,切记不要一口喝完,尽量在三到五分钟之内喝完。 喝完后最好多走动,这样有助于降低血糖浓度。 第五次产检,运二十八周,产检项目,血压,体重,功底高度,副为,多普勒听开心,产客逼超检查筛机,血肠规筛查评写,尿肠规。 提示,写发生率增加,务必要做写写检查。 若发现凭血要在分敏前治愈,怀孕二十八周开始,产检,变为,每两周一次。 第五次和第六次产检,都是常规项目的检查。 第六次产检,准三十周,产检项目,血压,体重,功底高度,副为,多普勒听开心,血肠规,尿肠规。 提示,常规检查,准妈妈每天要自数开动,异常即可就医。 第七次产检,准三十二周,产检项目,血压,体重,功底高度,副为,多普勒听开心,胎味,血肠规,尿肠规,胎心肩酷。 提示,做胎心肩酷前,应该尽量多走动,或吃些点心,让宝宝活动起来,有利于胎心肩酷顺利通过。 如果做监护的过程中胎儿没有动静,有可能胎儿睡着了,可轻轻摇晃腹部把胎儿唤醒。 第八次产检,准三十四周,产检项目,血压,体重,功底高度,副为,多普勒听开心,胎味,血肠规,尿肠规,胎心肩酷。 提示,此次重要的检查项目仍是胎心肩酷。 第九次产检,孕三十六周,产检项目,血压,体重,功底高度,副为,多普勒听开心,胎味,血肠规,尿肠规,必超检查。 提示,空腹,需要做一次详细的超声波检查,包括胎儿双柄性大小,胎盘功能分析,养水量等。 医生将评测评评估胎儿当时的体重及发育状况,并预估胎儿致足月生产时的重量。 若发现胎儿体重不足,应多补充一些营养物质。 第十次产检,孕三十七周,产检项目,血压,体重,功底高度,副为,多普勒听开心,胎味, 公进检查被舍不平分,血肠规,尿肠规,胎心监护,胎位检查,测量骨盆。 提示,医生会对你进行胎位检查,确认胎位,以确定可以自然分娩或是手术助产。 第十一次产检,孕三十八周,产检项目,血压,体重,功底高度,副为,多普勒听胎心,胎味,血肠规,尿肠规。 公进检查被舍不平分,胎心监护。 提示,医生会帮你检查骨盆等综合情况,以决定分娩方式。 第十二次产检,孕三十九周,产检项目,血压,体重,功底高度,副为,多普勒听胎心,胎味, 公进检查被舍不平分,血肠规,尿肠规,胎心监护。 提示,此阶段的产检,仍是以常规检查和胎心监护为主,要养成每天自行检测胎动的习惯。 第十三次产检,孕四十周,产检项目,血压,体重,功底高度,副为,多普勒听胎心,胎味, 公进检查被舍不平分,血肠规,尿肠规,胎心监护。 提示,到了预产期,最重要的就是胎心监护,保证胎儿和妈妈的安全。 漫长的十个月,随着产检的完结,反之婴儿的第一声啼哭,终于宣告结束。 祝愿可爱美丽的孕妈妈都渐渐康康顺利的迎接天使宝宝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